近年来美方以自己的大权思维静向中国 以竞争和威胁的视角看待中国军队 渲染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其用意不过是为扩充自身军力找借口 中方历来坚决反对美方抱持冷战思维 制造激化矛盾 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严险 中方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旨在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世界增添和平红利 众所周知 美方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挑战 战争冲突的侧原地 打中国牌 治不好 美国自身的病 我们要求美方 树立正确对华认知 客观理性 看待中国军力发展和战略意图 多多有利于维护 两国两军关系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